8万公里一道车子的各种问题都出来了 今天我的Model Y出现了低压电池报警 大家可以看一下 屏幕上出现了一个故障码 预约更换低压电池服务 其实所有的低压电池都是有寿命的 那么低压电池的寿命一般是多久 它的更换费用又是多少 今天我们就在APP上预约一下 特斯拉的售后服务中心 去更换一块低压电池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小电瓶 这个12V的小电池 通常是作为我们车辆的辅助电源 它不同于我们车辆的动力电池 它的电压低容量小 而且寿命也比较短 通常只有两到四年的寿命 但是它的作用非常大 虽然它不参与动力输出 但是它要负责车辆的大部分的电池 比如大灯玻璃升降 雨刮器喇叭以及车门的开关等等等等 但目前在售的车型特斯拉 都已经更换成了16V的低压力电池 相比12V电池 16V的低压力电池 寿命更长也更小巧 唯一的缺点就是价格略贵一些 12V电池在官方更换的价格大概在七八百 而16V电池大概在1500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你的车是在四年八万公里以内 出现这样的提示 是可以去免费更换的 但如果超出了四年八万公里的质保期 那就需要跟我一样去自费更换了 所以小伙伴们 更多关于12V 16V 甚至以后有可能会使用的48V 低压电池的优缺点 在以后的视频里聊给你听